墨西哥位于南美洲,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,在这里有人发现了一些奇妙的画面,这些画面让人们感到震惊,本期视频探讨话题,摄像机在墨西哥拍摄的画面震惊了全世界。 金字塔上的光束紫色,有人用摄像机在墨西哥拍摄到了一个金字塔,这个金字塔非常的神奇,金字塔的外围有一些台阶,顺着这些台阶可以进入金字塔内部,有人靠近了这个金字塔。 抬头一看,发现了一道紫色的光束,这道紫色的光束似乎来源于金字塔内部,有人认为这应该是一种神奇的自然现象,也有人认为可能在金字塔里有外星人的存在,这道光束就是一艘外星飞船发射出来的,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,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,所有看到这道紫色光束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神奇。 树之上的野人 有人在墨西哥发现了一棵树,在这棵树的树之上居然有一个人,这个人的平衡能力非常的强大,他可以稳稳地站在树之上,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位野人,他常年在野外生活,练就了一些本领,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神秘的生物。 墨西哥北部的一个村庄里有一种非常神奇的习俗,当地的男子成年以后需要与鳄鱼结婚,鳄鱼当作新娘,还会被精心打扮,有人会在鳄鱼的头上放一些白色的面纱,男子的亲朋好友会围坐在一起,静静地欣赏他们的婚礼现场,这种神奇的婚礼仪式只有在墨西哥才会出现,是一种让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存在。 前海带鱼 带鱼一般生活在深海,但在近些年来有一些带鱼出现在了前海区域,渔民们发现这些带鱼之后感到非常的害怕,因为这些带鱼的身体长达30米,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存在,很多人都认为可能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,海水温度上升,这些带鱼才会从深海区域来到前海区域,这其实是一种不祥的征兆。 海怪尸体 有人用摄像机在墨西哥发现了一具海怪的尸体,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海怪存在吗?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,但是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这个画面却看上去非常的恐怖。 空中光球 有人用摄像头在墨西哥的上空发现了一个移动的光球,这个光球的移动速度非常的快,科学家们认为,这个光球可能是陨石正在穿过大气层。 阶梯草坪 在墨西哥中部有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,在这里有一个神奇的草坪,这个草坪看上去就像是一种狭窄的梯田一样,顺着草坪下方的阶梯能够一直向上,非常奇妙。 好,最大rine的梯田一样,这个是一种幻不合出来的。 我们现在在墨西哥,也讨厌一个程中处理的美的路面看上去是一种独立的梯田一样。 在墨西哥,也讨厌的梯田一样多一个人能够知道? 感谢观看